我们一向只喜欢吃小孩的肉 对你们这群寡妇 我们不感兴趣 安乐侯得知家中被抄 就派小子进京调查 小子夜叹江兵都督府 小子向江兵报告了侯爷的近况 得知刘锦已经控制了京城的大部 并且五军已经有三军归附刘锦 江兵现在可以说是无兵可 京城目前来说 已经完全是刘锦的势力范围 而我却被逼退在离城五里的这个地方 难道以我们这么多人的力量 还打不过苦海双腰 白骨魔功是白莲教最高的血魔功夫 假如想破他的话 除非是 皇上危在旦夕 小子回去告知徐霆锋情况 徐霆锋与众人商讨破解白骨魔功之法 听到南投所言 白莲教也一面避雨令 这避雨令是叫你们的宝物 要是得到这个宝物 我想应该有破魔功的秘咒在里面 徐霆锋恰好带着避雨令 南投在避雨令中发现了隐藏的破解魔功之法 于是钟大先生师徒二人立即开始练习 只要你看准 初而机智 相信是可以取胜的 是叶苦海双腰奉刘锦之命前来暗杀江兵 没想到江兵早有防备 奈何双腰武功高强 这些普通官兵根本奈何不得 将兵趁势追击 南宫太军也率中寡父前来持援 南宫老太军功夫了得 而苦海双腰也自识练成白骨魔功天下无敌 这是安乐侯率中的 与钟大先生联手对战苦海双腰 就让我们师徒两人再领教一下你们的白骨魔功 碧玉令的魔功破绽 是核心核意 二合为一 师父两人二合为一对战双腰 不出几招就破了白骨魔功 什么事 双腰不服 你们不过是人多欺负人少吗 卑鄙 但无奈神功被破 对方又高手迎击 好汉不吃眼前亏 两人只得暂退 回到都督府的众人对徐霆锋放过双腰不解 怎么不趁机杀了他们 为江湖处害 徐霆锋无奈地说道 虽然我们在碧玉令上面 得到破魔功的秘诀 由于时间仓促 我们没有好好地练 赢了半招之后 再打下去 未必赢得了他们 众人决定尽快救出阵位 商定第二天直扑京城与刘锦决议咨询 兵分三路 志功进京城 由于明天生死难测 徐霆锋趁机向傅将军表露了心思 将军 你会不会跟我们一起走